55岁井岗山深夜又喝酒,头发花白满脸通红,踢球踢得腿受伤 3月23日,歌手井岗山在凌晨晒出视频,又在镜头里大口饮酒,并配文无语,引发网友担忧 视频中,井岗山穿着白色T恤,躺在自家床上,已经55岁的他头发花白,脸上布满皱纹,老得让人有些认不出 他颇为感慨地说道,周三按照惯例又去踢球,一聊发现孟州足球队已经成立快29年,大家从20多岁的年轻小伙,踢成50多岁的老头 说完井岗山深深叹了一口气,又透露道,他们踢完球按照惯例,还一快去喝了酒 井岗山口中的孟州足球队,是一支由明星自发成立的球队,成员包括孙楠,黄建祥,白颜松,夏宇,王志文,吴京等众多大咖,规模非常大 井岗山直言喝酒他们是认真的,踢球也是认真的 随后,他镜头一转对准腿部,可以清晰看见有许多伤口,除了旧伤,还有不少不满雪茄的新伤口 踢完球喝了酒,井岗山回家后有些意犹未尽,又倒了满满一杯啤酒,对着镜头豪爽的一饮而尽 喝了不少酒的他满脸通红,鼻梁和脸颊还有许多雪丝,说话时眼神也十分迷蒙,所以他的身体状况令网友们非常担忧 众所周知,井岗山一直特别喜欢喝酒,因此还被外界吐槽称他为酒萌子,一手好牌打得稀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